各位 当代杰出华人科学家讲座系列现在开始 本次的原邀请讲座嘉宾魏炳江教授 因要务在身无法出席今次的活动 所以我们邀请了香港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陈国华教授 作为本次讲座的嘉宾主持 这一节讲座的题目是 港珠澳大桥捣碎工程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本节讲座以普通话主讲 现在让我们先邀请嘉宾主持陈国华教授 为我们介绍一下本节的讲者 有请陈教授 今天非常荣幸 我们在这里请到大陆和我们香港三位演讲者 接触科学家 对我们今天的这个报告 包括陆 海 空三个方面的非常接触科学家 做他们的最拿手的报告 第一个呢 大家在看到这个是我们的林明总工程师 他现在是负责我们港珠澳大桥的这个总体设计建造 在这之前他已经是非常接触的科学家 他取得了国家120多项专利 并且是多次获得国家省部级奖励 我们现在有请林总工程师给大家做演讲 这个最大的荣幸 特别刚才给我给个纪念品 看了以后非常感动 能够有这个机会啊 给大家分享我们这个港珠澳大桥这个工程 但是我呢就原来介绍这个 从技术角度讲的多一些 这次呢科学就要求要从科普的角度去讲 后来我就想了很长时间 也没有一个特别的办法 我尝试一下 中间呢我穿了一些视频 视频和我的介绍 结合起来看看这个效果如何 也是一个创新 这个大家完了以后再看这个效果 我现在真是没有特别的把握 我是一个桥梁工程师 珠海啊就有我好多桥 大概如果算上宁丁阳的话 有四座桥 最早一个是92年 我们做92年那个大桥的时候呢 香港的时候已经在做青马大桥 青马大桥是那个时代啊 这个全球最好的 最有挑战的一个桥梁 后来那个时候因为青马大桥 也认识了香港的很多的业界的 极出的专家 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 这一位可能很多都认识 叫那个他是胡应湘先生 胡博士 港座大桥开工的111年呢 我们在珠海见了一面 他当时已经70多岁 他来找我干什么呢 他就跟我讨论一个问题 他就讨论那个潮汐发电 他做了一个设计 做了一个方案 这个 他想做一个试验 然后他这个在阳江 就在我们这个广东的阳江啊 他选了一个地方 然后他就跑到珠海去啊 跟我商讨 这个试验的方案问题 那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 我这里讲他 不是讲这个试验 我是讲他做的一件事情 就看这张图吧 我最近得到一张图 这张图 这张图呢 就是老先生在83年的时候 他提出的一个设想 就把这个 把珠江口啊 用这么一个高速公路 给他连起来 其中到了珠江口的时候 我就有这么一个通道 其实跟人家叫 那当时名字我记不太清了 但是他要连 在珠江口啊 跟港座大桥的位置差不多 他当时就设想 能不能把这个 东西部把它连起来 然后我这里 这个呢还不是我最敬佩他的 我最敬佩他的 他后面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把珠江口 通过一条高速公路啊 和长江连起起来 非常有远见 那么 胡先生提出这个问 提出这样一个构想 十年以后 珠海时任市委书记梁广大 向中央政府正式提出了 建设 那个桥叫宁町样大桥 这个桥位跟这里差不多的意思 建设叫宁町样大桥 这样构想 我当时正在珠海 而且非常有意思的 有一天晚上 被政府紧急地叫到 当时叫珠海市 珠海市政府交通委员会去 连夜开会给我一个任务 给了两公里的桥 从齐昂岛这 齐昂岛这个地方 两公里 你立刻动工 要我两公里立刻动工 回来我就动工 干了两个月 两个月以后停了 这就是宁町样大桥 跟我的关系 所以这个 当时 其实那个桥到底怎么样 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只知道有两公里桥 让我去干了两个月停了 我当时 我当时在这个地方 住在 就这个齐昂桥很巧啊 就在现在我住的 这个营地这个附近 当时就是我的营地 我从六岛每一天 坐一个那个小快船 过去 绕着齐昂桥到这儿 然后再回来 有一天坏了 在海上飘到半夜才回来 大概飘了四个多小时 这宁町样大桥 这个到我这样 我的时候在干什么 干齐昂桥 干齐昂大桥 齐昂桥到齐昂岛 你们有的到珠海可能去过 齐昂岛很漂亮一个岛 24平方公里 非常好 将来我估计是 珠海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环境的一个 一个大家可以休息的地方 那么事情呢 这个桥后来就搁下来了 就没往上干 那么再往后十年 就到了2002年的时候 年底 香港特区政府 再次提出建设通道 建策 连珠江口的这样一个通道 连接东西的这样一个通道 所以这个大家 我很有意思的 胡先生那时候提出来 那时候我想 那个八十年代初 深圳还是一个渔村呢 然后十年以后 那个珠海提出建这个工厂 然后去香港特区 过了十年 香港政府提出建这个工厂 其实这个当中背后啊 全是时代的发展 全是环境的变化 全部都是条件的变化 这个桥是个历史啊 是珠江口的历史 那么 我现在在看港庄大桥的时候 其实很多讨论 建这个桥有什么意思啊 有什么意义啊 这个负担谁的 这个过桥会划不划算啊 很多很多的 香港也有 内地也有 都从各自里面 深圳人也说 为什么不双挖呀 很多的问题 其实这是个历史 你要把这个问题要看清楚 一定要看清楚这个发展 它背后全是发展的问题 在我看啊 你比如说当年 两广大书记提出要建这个桥的时候 它是要改变珠海的交通的地位 因为珠海这个时候啊 它只有靠到澳门 然后 如果没有这个桥的时候 一直到现在为止 从交通上 它是一个末梢 就对它的珠海 整个西岸的发展 珠海的发展 影响非常大 那么 搁下来 搁了十年 香港为什么 过了十年 要建这个桥呢 其实这个问题啊 我也想过 但不知道对不对 因为今天全是 大多数是香港的同胞 可能 可能这个问题考虑得 比我更清楚 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的看法 珠江口啊 国家这个 从83年 特别是从92年到现在 发展 非常快 变化巨大 香港 香港啊 离不开一个港 这香港的这个航运中心的地位啊 影响 以及它的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 作为航运中心来讲 它的这样一个 从专业的角度啊 它的这个水平 非常高 非常好的一个港口 在2000年 那个前后 我印象当中 那时候我是 因为我是学这个港口的 我印象当中 那时候香港 好像曾经有好多年 作为集装箱运输啊 雄居世界第一位啊 好多年 第一位 那么后来呢 其实我们国家 不是香港这个港步行 香港的水平啊 到现在为止 整个服务水平 可能跟新加坡一点都不差 甚至超过新加坡的水平 但是问题就是 你香港呢 它没有 它就在朱江口 那么朱江口的周边 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比如说你宁静的深圳 深圳那个港 深圳港的发展和变化 它当时在你 2000年的时候 深圳港肯定不如现在 那么现在 深圳港已经 通过这么多年 现在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那么 再远一点 你像上海港 再远呢 就是你那个叫 宁波 现在宁波 宁波港 宁波和那个周山港 这些港口 包括我们北方 还有很多的港口 这些港口都发生变化 这些变化 不能不 不得不对 也不可能不对香港 这个原来的航运中心的地位 和那些航运 产生影响 所以到 现在好像 后来香港是 首先被 应该被 或者新加坡 还是上海先超越了 所以就变成第二了 后来新加坡 香港以后 你们就变第三了 第三以后 后来好像 这个 深圳港 深圳港 深圳港现在好像 集装箱这一块 这部分好像也比 香港要略高一点 那么 后来 这个国家最近 把宁波和那个周山港整合 整合以后 它又超过了 这个香港 所以现在香港好像 已经排到了第五 那么我看了一下 其实香港的这个集装箱的量 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但是还是成一个下 就是下滑的这样一个趋势 所以我就 看了这个问题以后 这个香港建港座大桥 为什么 特区政府在十年前 不是 这说十五年前嘛 提出 建设 港座大桥 我认为 这是有远见的 他们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判断 就是香港离不开港 香港无论如何 它都要维持 它那个航运中心的地位 所以就 我觉得 这可能是 港座大桥最大的问题 那么 后面还有一张片在看 决定了 要建 有个双歪和单歪 的这样一个问题 这就是双歪 连接深圳 香港 珠海 澳门 然后还有一个单歪 这个问题 那么 双歪和单歪 有什么区别呢 各位 如果 是双歪的话 这个 这座桥啊 从交通量 它是 应该是非常有利的 大家看看前面 胡先生那座桥 胡先生也是个单歪 但是它这个娃威啊 是 那头是深圳和香港 然后这头是珠海 那么 现在这个 这个港座大桥的 这个单娃威呢 是 珠海澳门 那东边 连着一个香港 这个就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所以 建设单娃威的这个方案呢 我后来我就 最近 看到这个 我们的习总啊 这个到香港 是当时多年的时候 哎 前不久过来 他有 在港座大桥有一段讲话 我当时听理解那个意思 当时我对那个意思 理解的不是很清楚 他说这是 这是一个 特区政府的这样一个提议 然后中央政府的一个支持 因为这个单娃威呢 这个单娃威这个方案呢 那么对 香港的 将来跟西部的联通 然后解决你 或者说 改善港口的 扶地的条件 在这个问题上 单娃威对香港是有利的 但是对于交通量 眼线的交通量来讲 确实来讲是 不如单娃威 双威这样一个方案 所以这个两个 争论了很长的时间 所以这样我感觉到 这个方案是 特区政府非常想要的 也是中央政府最后支持的 这样一个方案 就是这个 我讲的就是 刚才我是讲这个桥的问题 从它83年提出到现在 正式开始建设 而且即将通车 即将通车 这个三多年呢 巨大的变化 其实我感受是 因为我在 我在珠海 三个桥嘛 四个家 十年时间 92年过来过 后来离开过 这个 现在从 10年 我也过来 我看了 朱江口以后 其实 朱江口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香港周边 已经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 香港当年 在它的中心 航运中心的时候 它不仅是 这个区域的航运中心 它是整个国家的 半壁 江山的航运中心 那时候 那是 30年前的时候 但现在来讲的话 这个资源 这个环境 已经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 从港口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 已经 包括集装巷 包括集装巷 我们内地 深圳 包括沿海 现在你这边 这是深圳港 现在你还有个港 就是广州 还有个港口 广州南沙 广州南沙 也是叙事待发 他们也准备 大规模地发展 集装箱业务 因为我是最近 从那个 深中通道的那座桥 我知道这个事情了 它是准备 迎接世界上 最大的集装箱轮 2.8万标箱的 按照那样一个标准 建了那座大桥 所以这些变化 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不能视而不见 所以这个 我认为 港座大桥 这个工程 按照丹湾爱 方案建设以后 一定会给 珠海 因为这一个 巨大的府地 这里有巨大的府地 会给 香港的航运 我认为 会带来 很多的机遇 很多的机遇 这是主要的方面 当然还有 因为从经济方面 我认为这个大桥 就看 用一种什么心态 去对待它 这个大桥 我认为 他们有些问我的时候 我是持非常乐观的态度 因为有了这座桥 一定会改变很多 这个现状的 这是 我现在开始说港座大桥 哎呦 刚才说了多长时间啊 说多了 多 帮 啊 几分钟啊 说了五分钟啊 五分钟 五分钟 我后面我要快 这个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说漏嘴了 港座大桥 我给你们当个导游 这是你们有个人工岛 口岸人工岛 珠澳口岸人工岛 1.3平方公里 进来以后 大概9公里以后 就会到越港分界线 那么这里就是 海中捣碎工程 就是我现在承担的这份工程 然后再往前走20来公里 就会到另外一个人工岛 这个人工岛呢 就是2.3个平方公里的 叫珠澳口岸人工岛 然后过来以后呢 你往你的左边就是澳门 往右边就是珠海 大概就这样一个 这个桥 这个桥内一共有 四个人工岛 然后整个桥的长度 好像是50多公里 有四个建设主体 四个建设主体 香港段 香港自己在建设 珠海 广东在建设 澳门自己也在建设 加上中间这个部分 中间部分呢 就是三地 共同建设 然后海中呢 这个工程 海中这个 海中的这个部分 刚才我三个共同建设 这样 这是整个这个大桥的 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 是当今嘛 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桥 桥梁 我简单说几句 四话 整个桥呢 大概分了几百个块 两三千段的块 来安装的 你看这个是一个塔 一百米左右的塔 也是整个的安装 这是当今啊 世界最先进的方法 我以前 我们以前只有在日本 在欧洲都没有这样的做法 因为它确实需要 非常大的装备 桥墩呢 因为香港都特别关心 工程质量 我们这个桥 在珠江口 珠江口的船特别多 所以为了考虑 撞的问题 防撞的问题 这个桥墩是 专门创新的一种装 这是我知道的啊 叫钢管符合装 这个装的价格是 正常装的一倍 要是用一 它要用二来做 这个装 从防撞上来讲 非常大的改善 这个桥也是 全世界最大规模的 钢梁的一个桥 大概 整个这个钢梁的重量 超过四十万吨 巨大的规模 在这个港座之前 全中国还没有 一座这样的工程 全世界都没有 这样一个规模的工程 这是那个 效果都赶快过 那么 这里有一个问题了 就是 那两个岛 就是 口岸岛 好理解 那么 中间为什么还要建设 两个岛 加一个隧道 我本来想多说一点 科普 可没时间 我就不说了 跳过去了 为什么中间还要建 建这个 一个两个人工岛 加上一个 加上一个隧道 整个七公里 有三个限制 这个地方是 港座的 主通航空 主通航空 它有三个限制 哪三个限制呢 一个 首先就是 香港机场的限高 香港机场 对这个地方的要求 不能超过一百五十米 你任何建筑 超过一百五十米不行 影响爱航啊 现在正在修山袍嘛 影响它的 飞机的起降 所以 一百五十米 就把这里建 大桥的可能性 基本就枪毙了 做不了了 这个大桥要建 这个地方的桥塔 至少也在 两百多米以上 我问两百五十米 到三百米这个水平 我估计是这个水平 所以你要一百五十米的话 建不了大桥 大桥就基本否定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个就是 未来的通航的要求 未来我们交通部啊 给它做了一个要求 就是最大的船 三十万吨的油轮 那个油不是油船 三点水那个油啊 三十万吨油轮的标准 进行了预留 那么 那个航道的标准 跟现在差多少呢 差了将近十米 现在大概十七米 那个时候要二十九米 二十九米 所以为二十九米做了预留 所以把这个隧道啊 埋得很深 再一个就是这两个岛 这两个岛 珠江口 有一个叫珠江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啊 对于这两个岛的长度 有一个限制 六百米 六百米 现在我们这个长度 是六百二十五米 如果不用城管隧道的话 这个长度啊 要一千三百米 所以这个地方 只能建一个城管隧道 只能建一个 两个人工岛的地方 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工厂 因为这些限制 这些限制导致的 我不知道 说到大家 大家可以焦虑 我们可以焦虑 这个是历史 就跳过去了 时间没有了 这个是特点 为什么这个城管隧道 比较难 这个 我给大家想简单一点 一个 它主要是依赖于自 对自然的依赖性啊 太大 所以自然 它自然条件的变化 风吹草动 对它都有影响和风险 这是它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全部在水底下 像我们这里的水深 将近五十米 全部水下 看不见的 你不能 你只能是感知它 你也不能直接看到它 第三 这个东西大 大呀 在港座之前呢 都有四五万吨 我们港座将近八万吨 非常大的东西 所以这就导致了 它这个工程啊 是一个非常难的工程 全世界一百多年历史当中 这个 这种城管隧道 到现在一百多年呢 就一百多条 不到两百条 发展很慢 领域也很小 感谢杨文武博士 杨博士 这张图是你提供给我的 挑战 港座大全的挑战 我给它总结了一二三四 一百二十年 对香港啊 一百二十年 有很多这样的工程 对内地是第一次 超过一百年 另外就两个三 三地共管 三地标准就高 这也是香港 这个同胞啊 关心的问题 你这个标准怎么样 我告诉你们 当时三家 共建的时候 这一会儿商量了 这个标准怎么办 内地 内地标准 香港是这个 英国标准 欧洲标准 后来大家说了 三个标准 谁高 用谁 所以定下来 三地标准就高 所以我们这个大条是按 三地标准的高标准的建设 然后还有这三个 白海豚 大家关心的 通航安全 这个地方的 这个 这个 我们这个工程的这个 是很特殊的 全球都找不到第二个 每天 这个桥 桥区附近的这个船呢 四千多艘 社会的船 四千多艘 所以这个 当时这个 是个非常大的挑战 能不能安全地建设 非常大的挑战 另外就是外海的环境 还有四个最 最长 最深 最快 这个不具体解释 好 我就过了 大家 那个我随时可以 我这里呢 还想请大家看 我这次是 我讲的是 说和看 这一块 我这里看看 请大家看看这个 看一个 看一段小片子 好 大家看一看 要是觉得不行 我就改方法 是最大的吧 我这是专门准备的 小片子 看看大家行不行 帮着我 几分钟 我这次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后面要快点 不好意思 前面给那个了 我介绍我们工程的一些创新 这个 这是什么呢 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 为了工期 我们这个工程一共在 给了七年的时间 那么 城管隧道这个东西 只要一开建 一般的五年 六年 这个十来年的大有人在 我们这个工程呢 是全球最大规模的 用日本人专家的话来讲 这条隧道在日本相当于六条隧道 我们要在 七年内 两个人工岛 加这个世界最大的隧道 要让它的工期成为可能 第一个障碍就是这个人工岛的建设 这个人工岛如果没有办法去突破它 这个工期绝对没门 所以在07年我们就开始 但是提出了这样一个方法 但是论证了很长时间 花前后花了将近三年多的时间 最后 创新了 为港座创新了这样一个方法 用了22米直径 120个 这个 钢圆筒 围了这两个岛 我们 一个岛的工期大概只花了 第一个是花了四个月 第二个只花了不到三个月 就把两个岛做成了 如果不用这个方法的话 像这两个岛要把它围起来 至少三年多 三年多 所以这个 这个对我们的工程 最后实现 七年工期 非常重要 但这个方法是个非常大胆的方法 在此之前 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工程 考虑过这样一个方法 它这个面积大到 我们是当时一个篮球场的面积 这个桶的体量 相当于一个18层的这样一个楼 这样一个体量 这个是我们就要实现的 当年开工 当年成岛 关键的这个岛要快 还有一个就是 方案做出来以后 要制造要快 当时我看了一下 当时我在珠江口都看了一下 只有我们在上海 那个振华重工可以 一个月可以生产25个 振华重工还有一个很厉害的 它有24艘 差不多八九万吨的远洋船 这个船八九万吨的人 来运输 从长江口运过来 将近2000公里 全世界最大的锤 我们用了五个月 设计制造 最大的 大概 这个激震力达到5000吨左右 过去全球都没有 没有一个 为了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桶 我们这个钢源桶 要打到海窗下面 30多米 这样一个 需要一个非常大的 这个定位的这个锤 说点故事 第二船来的时候 第二船打车的时候 我们这个锤啊 是200多吨 这样一个锤 放在海底下 海底下还有挖个坑 把它用沙把它埋起来 我们认为很牢了 第二船来了以后 结果一阵风 刚刚弄下去 第一下午好 我们订好位 夜里刮了一阵风啊 把船给我刮跑了 刮到 跑到南海里面 将近500公里 500海里啊 他这个东西啊 我这就科普嘛 没时间说呀 他这个 巴基风都不行了 巴基风啊 我们船长 曾经抗议的 我全部做好了 最后船长那一关 差点给我枪毙了 我们那个 郑华的 大船船长 他说开不了这个船 当时 我全部做完了嘛 他给我来过 我开不了 我这个船开不了 你看 后来我没办法 我们可以采用行政手段 我们内地叫行政手段 我给他们董事长打电话 董事长 最后说 你放心吧 我来给你 你们广东话就搞定 搞定 我来给你搞定 然后来给我们 这个给他们开会 最后来了一句话 谁不干 撤谁 撤到这也没饭吃 是敢吗 就这样给我运过来 好 这里呢 也有一段小视频 我尽量给大家看看 我实在是不好意思 这个没有经验 帮我控制时间 好 我做了一段 大概两三分钟 大家可以看看 好 好 来 好 好 好 这是我们这个原酮制造的振华 我们这个企业非常厉害 现在国内的制造业 钢结构的制造业 昨天看那个精细 那个我是没 真的是开眼界了 我们的活是粗活 但是我们这个粗活 我们这个振华给美国造了一条桥 最复杂的钢结构 大概加起了四万多吨 造好以后给它运过去 美国旧金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基础 这个工程的基础 非常有挑战 在我们这个工程之前 全世界的城管隧道 软土 隧道下面那个软土 软土的厚度没有超过二十米 二十米 我们这个软土的达到多少呢 达到三十 最厚的地方 三十到五十米 三十到五十米 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这个城管 我们说当时为了游轮嘛 我们要被全世界第一次 把隧道要埋到 二十二米的海床下面 埋下去以后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咱们那个 城管顶 我们那个管顶上的河窄 是我们惯藏的 或者我们过去的城管的五倍 软土特别深 加上这个 所以这个时候弄得我 很长时间真的是 就像站在悬崖边上 这个问题当时 后来也是考虑了一个 专门的方案来 但是当时也是 做了很多的工作 但是也有尝试的意思 做得非常成功 基础问题上 我们大量的装备 我们整个工程啊 人民币 我不是讲香港 我讲的是内地啊 我们这个工程的 专用装备三十亿 三十亿 绝大多数 就为了解决基础的问题 其实基础还有好多问题 我就没时间 来给大家慢慢地说 现在的这个 这是一个沉降的结果 因为大家关心 这个质量问题 我们这个城管呢 在过去的话 像这个二多米的 软土的时候 超过二十来公分的沉降 做完以后 沉降二十来公分 大概这么多 非常正常 四十公分也有 三多公分也算正常 我们现在能把它 做到什么水平呢 我们整个这个 六公里的隧道 五公分 几乎都在五公分 所以整个城管的 状况特别好 我们的业内专家 就这个事情 给了我们非常高的 给这个工程嘛 非常高的评价 这些都是装备 我就都过去了 这是我们那些创意 创造 这个 一个异想天开的创造 这个 我们这下面是基础 城管的基础 然后我们可以把 做了一个发明 可以把城管顶上的 回忆物给它清理掉 我们这个基础 是碎石 石头 这么大的石则铺起来 石头不会去动 我们能做出 这样的东西的 现在我们国家 然后我们还有就是 整个城管 我们有一个城管 发生了一点沉降 我们能够把它顶起来 整个城管 全部 八万能的城管 我们给它 往上抬了 三公分 抬了三公分 我说两个 异想天开的这个 这个 这个创造 这里也有一个视频 看不看 看啊 看 费时间啊 没关系啊 我就怕耽误事 其实这个 一肚子话 没时间说 这都是我们的装备 我们为了工程 开发的装备 感恩 近期 bijvoorbeeld 开发 好 还有 请 每一个装备都值得我介绍 没时间确实没办法 都叫无中生有 原来没有 我们回来为这工程我们造出来 打印机啊 我们一个城管的面积有 八千多个平方米 铺好了以后的机床的高叉 要控制在四公分以内 我说不要在海底铺 你在这个篮球场铺都不容易 四公分这么一点 我们这个 我讲我们的年轻人 我们内地的年轻人 我们这个基础啊 我们有一个团队非常重要 四多个人 四七位 全是年轻人 这个80和90为主 90的占了很大一部分 他们在海上面待了四年 大学生在海上面 一个小船 一个船上面 一个大概六千 五千 八千排水量的船上面 待了四年 一个团队 我后来给他们送了一面旗子 叫铁打的团队 年轻人 这个接着介绍 我这个叫 这句话不是我们说的 是当今啊 正在筹备 全世界最大的一条城管 十七公里 由丹麦到德国的那条城管来 技术总监 看两次看我们这个工厂以后 他的一番话 他说啊 他说 这个工厂 他说 他讲的 我们世界上 现在有三 有三条超过三公里的 公路城管隧道 他说 阿勒创造了 这个很好的预制方法 这是第一条 第二个是韩国釜山 他说在韩国釜山的隧道上 这个方法也得到了 很好的发展 他认为 港珠澳是第三代 最先进的城管一级技术 我们这工厂花了十个亿 但是他后面还有一句话 在我的菲蒙 他这个隧道叫菲蒙隧道 我的菲蒙要创造第四代技术 你看 所以我把这画的 开创第三代技术 这个十个亿 工厂十个亿 原来是一个采石场 其实这个要说起来话就长了 这个选址就选了三年 这个生产线 我都不知道 后面因为我有一个片子给你们看 我想请你们看片子 整个工厂建设用了十四个月 我们第一个管子 我告诉你们 第一节城管 我们整个预制大概是五年 但是我们第一节城管 花了十个月才把它造出来 花了十个月 第二个花了半年 非常困难 后来我们才做到 七十天造两个 七十天可以造两个 这个模板的重量 六千吨 我们开始还有一个方案 是德国另外一家公司给我们提供 是一万一千吨 这套模板 一万一千吨的钢 像一个大钢桥一样的 做这个模板 当时它的价格要我们五亿四 五亿四人民币 五亿四 香港可对钱不差钱 五亿四不啥回事 五亿四对我们是非常重 为什么 我告诉你们 我们当时政府预算 三地政府的预算 整个这个大桥 就捣碎工程 我讲 才一百零四个亿 这个模板要五亿四 这看着就贵了 五亿四 后来现在我们自己 后来又我们国内的制造 跟国外的咨询 我们这个模板也花了两亿多 两亿多 五六千吨 这是那个混凝土 混凝土是我说这个 我说这个就是我们用了河岛的技术 做的这个混凝土 恒温的 没时间说了 不说了 顶推 顶推系统 用了八百吨千斤 196个 这个八万吨的移动 要移动两百米 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都解决了 这个不细讲的 好 请大家看个片子 好吧 看片子 我看感兴趣 其实我很多想讲 没时间给你们讲 五十八分了 因为他要大家看得懂 我就要推进了 也就是第一次出发 我看感兴趣 因为他要大家看得懂 所以我就要推进了 也就是第一次出发 我看感兴趣 因为他要大家看得懂 我不管 我看感兴趣 这么个人 很久不仅 有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体量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体量的一些构建 还没有人在港座之前尝试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有五分钟 这个我后面 我有好几个结尾方法 我们还有半刚性 这是我们这个工程啊 一个很大的一个创造 为这个港座 这个半刚性 让我们大概 大概节约投资也是超过十个亿 这就过了啊 也没时间了 安装 安装这个部分当时 如果跟国外合作 我们要多花十几个亿的咨询费 然后我们自己 我们也是我们内地啊 我们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个没有时间了啊 还有一个接头 这个接头是 用了全球最大的浮雕 最大 我看这个最后你们看看啊 那一天我们用了全球最大的浮雕 这个浮雕也是第一次用 全世界这个六千多灯的东西旋转 第一次 第一次有这样的旋转 全世界第一次有这样的旋转 八个月的工程 我们一天完成 一天就完成 创了世界纪录 好 这个分享部分 看来也没办法说了 我就想这样的 其实很多要跟大家分享啊 我想最后呢 这个 跑哪去了 最后 最后 还有几分钟啊 还有一分钟 还有一分钟是吧 好 我这个 看是哪一块 这个 这个都不说了 这个也没时间说了 本来还有一个东西 我就想 最后就 说一个心愿吧 希望港洲大桥 能为香港的 稳定和发展 为我们这个 珠江三角洲的发展 发挥作用 因为 我在说一句话 珠江口 我的看法 我在这么多年的看法 珠江口 承载着我们国家的未来 为什么 珠江口是建设 大城市的 最好的资源 这里不缺水 非常好的气候 我看了一下 这个三角洲地区啊 东部 广州 加这个西部 香港我不讲 这三个地方 我看了 从城市资源 三个上海 三个上海 将来一定 我相信 将来一定会出现 三个上海 那么 香港 在其中 扮演什么角色 我说不能 一成不变 一定要以变 应变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林工程师 精彩的演讲 现在有请林工程师 到讲台 另一侧就坐 现在是问答时间 有请林总工程师 和陈国华教授 上台就坐 刚刚林总工程师的演讲 内容非常丰富 当然有一些内容 因为时间关系 没有涉及得到 相信各位观众 也有很多问题 想要提出 请大家把问题 写在问题纸上 交给工作人员 刚才我们 林总工程师 给大家 做了非常精彩的演讲 我想可能 下面有很多人 有很多问题想问 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收上来以后 可能 不是所有的问题 都会请 他现场解答 但是呢 我们会把问题都 给 那个林总工程师 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会后再解答 现在有一位 先念一下问题 我来给你念一下问题 请问港珠澳大桥 是如何考虑地震影响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请问港珠澳大桥 有没有考虑加入轨道交通 非常好的问题 那个 其实这个 前面不是我的专业 所以那个设计方面的问题 但是我知道的 港珠澳大桥地震 在我看啊 考虑得过了一点 过了 考过了 但是因为这个三地嘛 三地 好像我印象当中 内地的 在地震这个问题上的标准呢 超过了香港 后来采用了 这叫地震加速度 它有这么一个参数 设计当中啊 地震加速度 后来好像后来就采用了 内地的那样一个 提供的那样一个 我们有个地震机构嘛 提出的这样一个东西 它这个 这个参数定了 那么 其他的结构就是 一个技术问题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 我相信 后来因为 因为这个地震问题 我印象当中 增加了 增加了一些措施 增加了一些措施 这是一个问题啊 看看啊 清不清楚啊 第二个就关于那个轨道 其实讨论过 讨论过 我的感觉就是真的是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想法 你 你珠海也好 你包括深中通道也好 未来可能还有宁利阳大桥这样的通道 在这个地区啊 不考虑轨道啊 是 是 会是一个遗憾 当前呢 好像在规划的时候啊 提过 讨论过 我感觉到太超前 好像这部分没有 没有把它 我印象当中没有 没有放到这个里面 并行动 没有安排 有没有可能呢 可能也许 将来改造的可能性 看看有没有啊 有点难度 这个问题上可能有些难度 那下个问题是相对简单一点 他说 受港珠澳大桥桥底 静高影响 航行珠海沿岸之超高船只多不多 它这个 超高船只可能 因为你 对 它这个 对 它这个这样 它那个 它有几个同航孔的嘛 从香港 香港属于有一个 然后珠海那边呢 还有三个 加上中间这个 一共四个同航孔 其他的叫非同航孔 跟不同的 有不同的标准 九州那边有一个 九州那个是比较高的 达四多米 中间这边要低一点 中间这个是要 考虑是宽体船 然后这边是一万吨 它这个通航一定要按照标准 按照设计的标准来考虑 这个超高的时候啊 就是 我们这个组航道 肯定不会受限制 组航道这个上面的这个 这个关于超高的部分 应该能过去 它有这个优势 这个目前这个方案 它有这样一个优势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这有一个问题 想着让您接着讲一讲 大家对您说的这个 三个上海感兴趣 具体是什么意思 三个上海啊 我讲这个 我们国家有 我们内地 我讲内地有13亿人 这我个人的看法 不代表官方的意见 只是一个 这个观察的一个思考 我们13亿人呢 13亿人以后呢 我得想 现在你看每年的这个 叫后聊嘛 过春节的时候 要春运嘛 对吧 然后放假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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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 这是我看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什么呢 最重要是环境 我们国家在 清朝之前呢 人口没有 很少超过一个亿的 到了清朝才达到 四个亿 后来就是 差不多四亿五 就到民国完成以后 后来到六亿 现在到十三亿 其实 这个自然和人 有一个平衡 我总认为 我们国家可能 恢复 绿水清山的 这个人口的密度啊 应该调整 像我们这 13亿人 未来城市化的时候 我想的话 不管是在 哪一带人手上 一定会 会向沿海来集中 像日本那样 像沿海集中 我们这个地方 城市资源好的 我的感觉 珠江口 因为珠江口不缺水 然后 长江口 就是长江三角洲地区 这些地方 这些好的城市资源 将来一定会被利用 它人口一定要出来 出来以后 我们的西部地区 很多地区 它才能够恢复 那种自然的生态 如果用人的力量 去维持这个平衡的时候 将来要付出 非常大的代价 北方地区行不行 也行 北方地区 关键是没水 缺水 这个北方的水 是非常大的问题 如果通过吊水来解决 比如说一两亿人的问题 它肯定不是一个长远 长久之际 一定会在水源 充裕的地方 充分地保护好这些资源 然后再来发展 这可能是 那么首选地区 我看就是像珠江 三角洲 像长江 三角洲 这些地区 包括长江沿县 这些水系发达的 这些地区 这是我们长期的一个国策的问题 我相信 所以我说 将来人家想 这哪里可以呢 看看珠江口 珠江口一看这几个地方 上海 七千个平方 七千 七千平方公里 深圳这个东部 大概 加这个几个 深圳两千 加上附近 能够有七千 然后广州本身是七千 这边江门 珠海 这边中山呢 也大概七千 七千 而且条件很好 所以我猜 我自己想的 可能会成为三个上海 谢谢你 刚才您讲 因为赶工期 所以有很多发明 然后呢 把工期缩短 有的所需的时间 大大减少 下面有个问题 是问 因为这样 会不会影响 整体工程质量 这个 这个不会 我 我 我说 眼见为食嘛 今天中午吃饭 也在讨论这个事情 我非常 这个 我们这个 所谓的 是用 真的是用 科技进步 用技术 来换工期 换工期 这是可以换的 包括香港地区 我们也在香港地区生存 我们在香港 香港是我们非常 有吸引力的一个市场 我是中国交界 我就感觉到 香港的工程 一定要调整思路 什么思路 一定要 从技术上去想办法 因为香港 人口太齐缺 劳动力太齐缺了 这个 不用装备 不用好的方法 还用 密集型的劳动 在香港 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们的工程 为什么快 装备 全靠装备 大量的装备 所以我讲 30个亿的装备 我要顺便说说 香港的 我的个人的看法 香港现在是 三大支柱 不是对不对啊 我听说 我原来也是 学习课本上的 像金融 服务 航运 我认为香港将来 假如有三个上海来的时候 香港可能还得找 第四条出路 下一个问题呢 是这个 你们有这么多技术发明 做了好多 全球第一次 已经创造了 第三代这个技术 有没有 可能将来走向世界 或者到其他地方 为国家转外汇 要开放 要开放 这个中国呢 在就是 胡先生那个时候 那时候 我们就是刚刚开始改革开放 那时候开放 就是要 吸引资金 吸引技术 吸引 外资到内地去办企业 办公司 办工厂 把一些加工 引到内部去 这是我们当年的开放 现在 一带一路啊 一带一路 我们要开放 我们开放的时候 要走出去 要走出去 但是走出去的前提 要信任 要取得 全世界的信任 开放 请他们来看 眼见为时 我们就一定能出去 好 谢谢 这个 您在开场白的时候 介绍了这个单歪和双歪 花了 大概有 五分钟到六分钟时间 还有人有问题 要再问 失误了 说 单歪 现在是这个 最后的方案 比双歪的优点在哪里 你可能讲一两点 对 其实 我觉得这个 单歪优点呢 我觉得最大的优点 可能就是 支持香港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这是我的看法 最大的优点 最后的决定来说 就是把重心放在香港这里 但是只是给了一个机遇 以后怎么样 要看我们自己怎么去把握这个机遇 好 谢谢 谢谢林总 谢谢 谢谢林总工程师 去另外一emie 谢谢 我想